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HR吧 我再创建一个用户叫user03-大GHR 多号FD 这两个组都存在 明白吗 好 当然这边我们也有详细的例子给大家看 是不是指定什么组 大G指定什么组 附加组吧 好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用户 user0什么 0二 之前的0一 之前的0一啊 他的主组呢叫user01 这个我们没有动 我也建议大家不要动对吧 他的附加组 不 他的所有组 也说他除了主组以外没有别的组 是不是 但是我们看user0什么02 这是用户的UID是吧 这是用户的什么组 主组 主组是不是也叫user02 主组你别动 OK 他的所有组 这里这后面这个组啊 不是说只有附加组 是他的属于的什么 所有组 包括主组和什么 附加组 好 1010 这是他的主组吧 1004是他的什么组 附加组 那我们再看user0解 03 他的主组是user03 没问题 在这里大家不要误会 前面这是一个用户名 这是个什么名 主名 这个是不一样的吧 尽管名字起的一样 但是呢 是主名 对吧 然后后面呢 是他的什么 所有组 包括他的主组 包括什么 hr和fd的附加组 明白什么 好 这是关于这个叫什么 指定 怎么指定组 是吧 杠u 杠u 这个是用来指定 指定什么 uid 看一下 有些选项呢 可能 有 但是不常用 我们一般像这样 useradd 杠杠 hap 来看一下 杠u 是uid 是吧 还有 小d呢 是指定他的什么 他的加目录 对不对 好 我们加一个用户名 user 004吧 杠小u 假如说是 2000 当然前列是这个2000 还没有 没有被什么 没有被占用 对吧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user user 0几 0四 他的uid 是2000 对不对 好 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难不难 这个 指定加目录的话 一般情况 没少指定 你要指定 这个加目录 你指定的话呢 这个目录不用事先存在 加目录都是系统帮你创建的 没有吗 你只要指定在这 他就会帮你创建到这 大家有 应该有印象 我们默认情况下 用户的加目录在哪个地方 在根下的后面下面吧 但现在呢 这个我们可以自行的指定 他会帮你去按照你的需求去创建 是不是 好 然后 这个是指定什么呢 用户的show 那一般情况下 各位 我们正常创建的用户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 在ETCR的password里面 正常创建的用户 它的show都是bash 对不对 这个bash我们不陌生吧 我们现在在管理系统 是不是用的就是bash 用的就是show 那一旦 如果我们创建一个用户 叫user0姐 user015 我们指定一个show为sb下的lologin的时候 这样一个show sblogin的show 对吧 对吧 可能各位说这是什么有什么用呢 对这个用户 我们专门一会还会专门一会还会专门的阐述下这个概念 对他不能登录 对没错 他没有show的话就意味着不能够管理系统 知道吗 他远程登录 本地登录都不可以 他登不过来 好 这有什么用是吧 先说一下他不能登录这个事情呢 我一会给大家还要验证一下好吧 怎么验证其实也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我现在 给他一个密码叫做user005是吧 叫123就123 123是吧 然后紧接着呢 我远程的连一下他 连一下那个10点18点40点100 我使用哪个账号连呢 我使用user05连 这样的方式 如果说你不指定的话 他就是你root身份连接的啊 回车 密码了肯定我会说对 123这个肯定不会说错是吧 但是无论怎么样 大家看到他根本就连不上来 他连接被拒绝了 是不是 因为他没有效 对 有同学问我说这有什么用呢 没有效不代表没用 没有效的话 他只能说没有资格和没有能力来连到这台计算机上来管理系统 对吧 但是他可以作为一个比如说邮件账号 FTP访问的账号 没有吗 他比方说可以访问我的FTP服务器 他可以访问我的邮件 但是他就是不可以什么 来对我这个系统进行 直直化脚或者管理 能明白意思吗 他不能对他进行管理 能不能听懂这个 好 这个我们一会儿还来再说一下这块 就是如果说你不想要用户可以远程通路怎么办 你给他指定一个效果 我们也可以同时多个选项 同时指定 比如说-u 这指定的是他的什么 uid-s指定他的 是要 是吧 好 你可以根据需要来创建用户的时候 为其指定相应的什么 一些选项 这里面最常用的就是g 大g 另外一个是呢 -s 这个是非常常用的两个选项 一个是大g 一个是-s 对吧 好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怎么用户 用哪个命令创建用户 uid-add吧 然后另外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使用 uid-del来干嘛 删除用户 这个也不难 我们现在手上好像有好多用户是吧 好 删一个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用户存在不存在 可以通过不是id后面加用户的名字 刚才有个零五是吧 这个叫存在还是不存在 存在 这个存在吗 不存在吧 是不是 没有找到用户 删除用户的时候 用user-del user-0.0.0.5 这个用户现在已经删除了 是不是删除了 哦 写错了 是吧 是不是现在删除了 看到了吗 但是 我刚才这个删除行为是没有把他的加募录删除的 对不对 同样他的邮箱 也在 没有吗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只是简单的像这样 user-del后面加上用户名字是把这个用户删掉了 但是不能够删除他的什么加募录和他的邮箱或邮件位置 是吧 那怎么办呢 -r -r 看这里 我们同样要学会看 看帮助 -r什么 h h这边那个看到一个结果是 -r或者干什么 -remove 什么意思 删除 主目录 就他的加募录和邮件池 是不是 是把他的邮件和加募录删除 好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 -r u在0几 0四 先看这个用户还在不在 没在了吧 同样看他的家还在吗 你们找一下 看看还在不在 他的邮箱 还在不在 也不在 所以删除一个用户呢 比较彻底的方法就是杠什么 杠小r 连他的这个邮箱和他的什么 加募录一起删除 没名字吗 好 然后怎么办 哎 那有五用户怎么办啊 有人说是不是这个这样做行吗 这个命令的主要的作用是干嘛 删用户 连带将他的什么删除 加和邮箱吧 但是你要想的是 这个用户已经 不在了 不在了 没有吗 那这个时候这个就没有用了 不用把它删写出来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 rm-rf 把他的家 user05 删除 把他的什么 刷下的 spot下的 mail下的 user05 删除就可以了 看到吗 因为这个用户已经不在了 看到没 乖 如果这个用户不在的话怎么办呢 手动去删除他的家和他的邮箱 是不是这样子 好 这是删除用户 能不能看懂这个 然后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给用户什么 设置密码 这个设置密码有两种方式 不是两种方式 是针对两种情况 一 管理员可以给任何用户设置密码 就是我们的root用户可以给什么 root用户可以给任何用户设置密码对吧 确实也可以设设设计 然后我们的普通用户 看这里是一个什么房 是不是dollar 普通用户只能干嘛 用户只能给自己设置密码 因为修改密码 而且还必须提供什么 而且必须提供原密码才行 这个要复杂一点看到吗 好 我们下面来试一下啊 我现在呢给那个还有几个用户我们看看 还有user03是吧 你看我现在是以什么身份给他设置密码 入的用户 我随便设一个都可以 看 是不是设好了 哪怕这当中没有大于八个字符 他警告我 但是我最后还是成功了 对不对 那普通用户呢 这里有人说怎么去登到普通用户上去 可以可以重新登一遍 你可以注销一下 然后登一下没有吗 你可以把那个整个系统注销一下 然后换什么用户登录 普通用户登录 其实也可以呢 就像我们这样看 再重新换普通用户 哪个用户 user03at 10.18.40 多少 100 密码 看 各位看 登录来了吗 现在是什么账号 你自己看一下 普通账号 后面是写$吧 现在如果他要给改密码 他这样做 他能给user01改密码吗 不行 那他能给自己改密码吗 user03能不能 不能 就是只有root用户 后面可以指定 用户名 他们这些呢 想改自己密码 这样回车就可以看到吗 你需要先提供当写密码 如果说错的话 像这样啊 是不是说错了 好 重新来一次 密码 密码 新密码 看 是不是原来太像 我输了两次原密码都不好使 必须满足密码的什么 复杂性 或者建装性才可以 所以普通用户要改密码的话 其实是要求比较 比较苛刻的啊 这个其实是对的 明白 意思吗 能看懂吗 各位 那同样的一句话 如果root用户想给自己改密码呢 也没必要后面加一个什么root 因为任何用户都可以像这样 给自己改密码 但不同的是 root用户是不需要提供 原密码的 直接改新密码就可以 甚至密码可以简单到 对一位 哪怕一位都可以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哪怕简单到一位都可以 这是root用户 他的这个特权要什么 要高一些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看到 这块了只能靠练习啊 这个没有什么基础含量 对不对 好 这块我们看看最后一个 我们怎么去管理这个组成员 也就是说 一个用户如果已经在组当中 如果一个用户 我们在创建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很方便的 可以把它加到组当中去啊 那如果一个用户已经什么 已经存在呢 我们怎么把它加到组当中去呢 能明白我说意思吗 好 两个命令 一个叫user什么 mode user mode这个命令 mode这个命令 它是用来修改用户信息的 修改用户信息的 它是用来修改存在的用户 好 我们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我们举一个什么例子呢 下面有啊 这是改他的改他的什么 这是 把哪个用户 这个用户的效 是不是改掉啊 好 大家看 现在 我们看 三看到了吗 我这么改的就可以了 但同样呢 有一个我们可以改他的什么组 附加组 但是这这三个啊 一般我们改这个用户的附加组 这条命令 我个人不建议用这条命令 就这这三个命令啊 不是说特别建议大家用 这个改呢 怎么改的 看user mode 杠大计 改成什么组 HR 把这个牛牛二用户 附加组 是不是改成HR 但它的一个坏处是 它原有的附加组就会消失 除非你改的时候用什么呢 用A 表示增加 就是我不是说 把它原来的附加组给它干掉 而是给它什么 增加一个附加组 其实这个命令非常不好记 所以我在用的时候 通常不用这个命令 我用这个命令 用的干嘛呢 最多就是改一下用户的什么 改用户的这个信息啊 改下这个用户的一些效之类的 就可以了 一般这条命令 在这儿 我一般不建议大家用 我也不怎么用 所以我用的比较多的是 这条命令 看到吗 它和我们这条命令是 等价的 你看 gpassword 这条命令 刚才表示添加 添加 添加Jaco 到这个组 到了去 看到吗 这个命令也是一样 你看 添加什么 hr组 给猪猪 是不是 好 那这里呢 你看 我们看啊 现在user user01属于哪个组 自己看 好 gpassword a 什么呢 哪个优惠 user01 从哪个组 it组 就删除了 好 关于这个命令呢 其实好多同学 可能说不好记 不好记这个命令 有时候不太清楚 到底这是用户迷还是组迷 就到底是先写用户迷 还是先写组迷 看到吗 这边给大家一个技巧 我下面这句话呢 是非常富有魔力的一句话 你只要跟着说一遍 以后一辈子也不会忘 真的 好 我这样 我先解释一下 钢a表示添加 这个都知道吧 钢b表示什么 钢a表示添加 没错 好 看一下 我读完你 你跟着说一遍就行 不用记 就说一遍 看啊 添加什么用户到什么组 说一下 添加什么用户到什么组 所以呢 以后你在写的时候 你脑子里就知道 添加 然后完了以后 是先是什么用户 然后到什么 什么组 看到吗 同样下面这句话也是一样 删除什么用户 从什么组 对就是这两句话 OK 那么这里有个大m 看到吗 大m和a有点不同 大m是干嘛的 可以一次性 干嘛 对 一次性呢 把多个成员加进去 可以这样做 其实我觉得意义没那么大 对吧 主要是这两条命令 一个是 把用户 把这个用户 加到这个组当中去 一个是把住住用户 从这个组当中是什么 删除 其实所谓的用户 这块的管理 非常简单 无非就是怎么创建组和 删除组 怎么创建用户和什么 删除用户 或者是怎么去修改 用户的UID GID 或者是呢 怎么把用户加到组 或者从组当中删除 明白意思吗 好 来 最后一个终极的一个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user01 先属于哪个组 这样吧 现在我们想把这个用户 从这个组当中删除 怎么删 Gpassword 杠地 删除 什么用户 从 什么组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我先不这么按 明白 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该用户 是不是依然还是属于这个组的 我们打开组文件 看到这个文件了吗 这是不是组文件 group文件 然后这边我们找到下面的 哪个组 S 看HR这个组是吧 然后 把这后面的user01 shave加d 删除就可以了 看到吗 再看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它所有操作 其实是什么 修改的文件 就假如说 我现在打开 那我们这么说吧 我要把 哪个用户 user02 这个用户的效改一下 按照传统的做法 怎么改 user mod -s 改成sbin no login user02吧 其实你可以怎么做 打开 用户信息文件 password的文件 看到吗 找到 最后一行里面的 这一段里面的什么 用户的这个 效 改成sbin下的什么 no login 就可以 明白吗 就是说 它实际上 所有操作 命令的操作 最后还是 修改的文件 那你也可以 直接改文件 明白吗 所以linux就是这样的 不像windows 你只能通过图形化 或者命令行操作 你不能够去碰那个文件 因为那个文件 你改不了 但是linux里面 所有操作 其实最后都是文件 而且这些文件 都是文本文件 就算你命令忘掉了 可以怎么办 改文件去 明白吗 好 这就是用户的管理 这块其实呢 内容不多 那我们平时在创建 用户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基本上也没考虑过 这些事情 知道吗 直接去创建就行 也很少使用 刚u来指定他的 uid 也一般不会去改变 用户的什么 加目录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呢 可能最多就是这个 刚g 来在创建用户的同时 为其指定什么 附加组 或者是呢 在创建用户的同时 为其指定什么 指定 是要 都明白吗 好 这块呢 另外 删除用户的时候 可以使用-r 来将用户的什么 加目录和他的邮件 一块删除 如果真的忘了这么做 忘了删 你也可以通过rm mini 去把他的加目录这个文件 和邮件文件删除 是不是也可以 这个东西不是死的 所以很灵活 对不对 好 这就是关于我们的什么 用户的管理 这一块